神呼召祂的儿女要多结果子 一个教会好不好 一个教会有没有神的同在 有没有生命在这个教会里面 真的不在于祂的外在的硬体怎么样子 或者是在祂的组织架构如何 其实呢真正重要的是要看见 人的生命呢 是不是真正得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得救而且因着这个福音呢 生命得着改变 而因为生命得着改变呢 成为祂的家庭 成为祂周遭的人的祝福 各位弟兄前面大家好 我是桂棠 我是子云 这是我们的小宝贝 艾波 她的中文名字叫木音 在欣欣这边大概四年多了嘛 然后也很荣幸就是在这边结婚成家 然后有了第一个小朋友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 饥渴的沐浴的人有福了 那其实就是感谢神 就是在怀孕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一天晚上做梦 神就说这个孩子要 就是要很了解公义这件事情 然后就觉得 有神的话来带领他 就是把他交给神 大家好我是家豪 我是小白 然后他是我们的小孩乐星 其实乐星他是在疫情期间出生的 那我们就是妈妈们在怀孕的时候 其实就有设立一个妈妈群组 然后因为我们是 大部分人都是喂母奶 可是喂母奶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一件还蛮辛苦的事情 然后就是很谢谢 在群组里面的姐妹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打气跟鼓励 然后妈妈才可以撑过来 很多时候爸爸真的是一个很孤单的一个身份跟动物 还好有教会的一个RPG 一直这样子去让我们男人有一点抒发的一个空间 还有一些祷告 然后才可以支持我去撑过这一段时间 真的很感谢教会 大家好我是钟佑 然后我太太就要加入 然后我们的宝宝叫做应许 其实我们在2016年的10月的时候确诊 我们两个是不运证的 那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就 刚好就找到了星星教会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是 其实我们试管一共做了六年 那中间失败了非常多次 然后其实在每一次的失败的过程中 其实教会弟兄的姐妹都为我们一起祷告 就我常跟我太太讲就是 其实我没有那么有灵性 我就是我听不到可能也感觉不到神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我的肢体当中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有看到神是在 是存在的 就是祂其实有某些方法一直在帮助我们 这样子 六年前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家人 那在过去这六年当中 其实我们一起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我发现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合一 而且充满爱 充满创意跟思想的一个教会 那在这特别是在过去这个一年当中呢 我们有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我发现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有弹性 非常快速可以应应这个变化的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 但是我们有好多好多 线上的聚会 线上的课程 线上的讲座 可是我们彼此的心呢 是凝聚在一起的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还要一起相爱 我们也要一起合一的 并且有弹性的来发挥神给我们的创意 我们要真的是带领更多的人 一起进到神的家里面 让他们成为神家里面的儿女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就是有线上的小组的讨论很多 然后还有就是有加入这个RPG的小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因为疫情 大家其实是蛮紧绷的 然后压力也很大 那透过这个小组的部分呢 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然后在RPG当中呢 就是其他的家人朋友们 大家一起有互相的鼓励 然后有这个帮忙带导的部分 让我觉得就是心里有得到很多的平安 那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 我想要受洗 我想要成为在这里面的一个 家人的一个成员 所以我就决定受洗了 那我觉得来到星星很特别的就是 不管从一开始的祝福祷告 然后到主日的就是信息 我都觉得好像是神亲自在对我说话 然后有很多的感动 在那个时候就发生 因为在受洗之前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然后跟很多事情都很不确定的一个人 一个状态 但是在受洗之后 我觉得那个平安一直都在我的心里面 然后也一直让我知道 神其实都一直陪伴在我生命当中 透过受洗让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神就是天上的父亲 就是随时祂都会保护我 跟守护我跟安慰我 所以这也在我的一个竞赛的 一个选手角色里面帮助了我很多 包含就是怎么样可以跳脱出 就是被人所期待的那个角色 而是我回到神的面前来去寻找 我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感谢主在这过去的六年里面 我们正在看到有许多的人 真实的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而且生命因此而改变 所以这是我们心里面非常感恩的事情 在南港 在内湖地区这附近的地方 还有许许多多人还未信主 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让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因为福音 而被生而被养 透过门徒训练让这些都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基督的精兵 不要忘记我们要继续的在上帝的面前 生养 遍满 自理 荣耀归给神 新兴城市教会六周年 生日快乐